你掉的不是头发 是气血 医生教你一招 气血足了 头发也不掉了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你知道吗 平时掉的头发 其实全是你的气血 因为中医讲 法为血之鱼 我们的头发需要依赖血的滋养 只有血足了 头发才会好 才会乌黑有光泽 发根牢固 并且外科正宗一书也指出 血须不能随气溶氧 就会导致毛发脱落 所以如果说你出现了血须 身体血液不足的情况 那么头皮和头发也就不能够被血液滋养 那这时候头发自然就开始掉发 脱发 常常一掉就一大把 并且血须的人头发还容易干枯毛燥 容易开叉 易断 那么这时候想改善掉发的情况就需要从气血入手 那接下来沈医生就教大家一招 用三个中程药大补气血 那第一个就是人身养容丸 这个药补气养血 是和气血亏虚导致头发量少的人群 这样的人特点就是头发很容易大量的脱落 经常一梳头就大把大把的掉 另外像这样的人还伴随有乏力没劲 身体虚弱 弱不经风 精神也不好 看蛇像的话 蛇肢淡 蛇胎白等等 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就可以参考它 第二个就是养血生发胶囊 这个药能养血驱风 可以用于血虚丰盛而引起脱发的人群 这种人脱发的特点就是头发一断 就像是枯草一样 轻轻一扯就断了 另外像这样的人还伴随有面色苍白 口唇指甲颜色也比较淡 平常还有头晕头痛失眠心慌的情况 那这种呢就可以选择这一款中程药来调理 第三个就是神硬养真丹 这个药可以活血驱风 养血生发 适用于血热风噪引起的抑制性脱发 那抑制性脱发有什么特点呢 一般来讲这样的人头发都爱出油 经常前一晚刚洗过头 但是第二天早晨头发就又油又塌的 并且头皮屑多 头发还搔痒 那这种情况就可以参考它来改善 大家学会了吗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线下找专业医生指导用药 喜欢的话请长按点赞三秒 关注转发一下 我是中医沈红